七台 火熱直的勁爆話題 拆解來龍去脈 真是無所適從 一定是有事件 一線搜查 星期一節五晚十點半 78開資訊台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有線新聞 我是羅天盈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正是研究簡化港車北上續期安排 林世雄在一個電視節目說 港車北上去年實施後 受駕駛者歡迎 正是救私更便利安排 包括首次申請者 在許可證有效期間滿時 若車輛和司機不便的情況下 簡化比持有人簡單辦理續期 旅遊業議會預計 農曆年期間 會有大約120萬旅客訪港 恢復到疫情前大約八成 有酒店入住率超過九成 增併人手應付 而房價只是回到2018年的八成左右 徐永熙報道 泰展這間酒店為處市中心 又有不少內地直通巴 接駁至到區內 酒店預測農曆新年假期入住率超過九成 但是房價只是恢復至疫情前八成 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有地方都已經開放了 好像泰國最近都已經開了個面簽證 有選擇的話 也不是唯一的選擇來香港 這間480呎的酒店套房 農曆年房價大約2500元 還未恢復到2018年時候大約3000元 準備迎接農曆年旺季 酒店招聘了多兩成臨時工 譚秉人說有考慮過請外勞 但是申請需時 食宿成本也不輕 最主要是希望適應我們的酒店文化 酒店的工作程序 他們都其實會有些是專業的 譬如說執訪也好 或者譬如現在的司機 各樣都有專業的技能 有些技能在國內和香港的做法 可能有少少差異 他們要去適應這方面 去年11國慶黃金周 有大約110萬人次訪港旅客 相當於2017年至2018年時大約的七成 全面復償的首個農曆年假 年30開始至初八 一共9天 旅議會預測訪港旅客有120萬人次 只是恢復疫情前的八成 每日大約有200個訪港旅行團 高鐵其實一開始疫情之後 沒多久就已經 即開了沒多久就開始疫情 所以就沒有說正式是真正正運作了 已經是差不多就停頓了 但是疫情之後 即是說在2023年的年頭開始 其實它一直發展得很好 多了很多行點 也多了很多行班 即是車班 車的班次 其實在這裡也幫了我們旅遊業 因為機位有限 所以在高鐵那裡 也幫了我們旅遊一大把 我們希望在第三季 尾四季頭的時候可以做得到 旅客未回流 人手更加是不回頭 楊淑芬透露正是和教育局相討 在更加多的學校開辦旅遊及款待科 以及建議向留學生發工作簽證 協助導遊翻譯 有線新聞 徐炯熙報導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恒指最新報 16378點升241點 期字方面 2月報16416點升236點 3月報16406點升254點 成交超過38000張 恒生科技指數報3312點升68點 看看十大活躍港股造價 騰訊控股升5.6元 阿里巴巴升1元 油幫保險升2.55元 比亞迪股份升7.6元 港交所升4.4元 中芯國際跌6.6元 南方行科ETF升1.6元 快手升3元 XIE南方行科跌3.5元 匯豐控股升6.5元 其他新聞 內地官媒預期 上月新增貸款明顯反彈 但仍低過去年同期的單月新高水平 中國證券部引述分析說 隨著穩增長政策法令 一月信貸開門紅確定性較強 預計新增信貸規模大約45000億人民幣 和去年同期49000億的單月新高比較 仍然出現按年回落 但按月就明顯反彈 至於社會融資規模 按年增速或較12月輕微回落 中信證券 預期利率政策未來1、2個月會繼續發力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和資金利率都存在下行空間 英皇查理斯三世患癌消息公布後首次露眠 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坐車離開克拉倫斯宮 返回白金漢宮 途中向民眾揮手和微笑 白金漢宮前一日公布 查理斯治療前列腺肥帶期間 檢查證實患癌但沒有透露哪種癌症 正是接受治療 他已經告知兩個兒子 以兒子哈里隨即回國探爸爸 在白金漢宮見面大約45分鐘 查理斯和卡米拉之後轉坐直升機 前往洛福克郡的桑德寧厄武莊園 美國阿拉斯加航空波音客機門室飛脫事故 初步調查說門室缺少了四個主要羅山 架波音737 MAX9客機上個月初起飛後無奈 門室飛脫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發表初步調查報告 說飛機交付到波音西亞圖廠房時 發現門室有損毀 曾移除門室並重新安裝 有圖片顯示最少三個羅山當時沒有裝在原位 根據意外後的損毀程度 亦推斷四個羅山都不見了 當局說正是審查波音的生產和品質監控罪 強調如果發現波音涉及違反安全規定 會追究責任 經濟日報社評講到中港股市 社評說內地股市跌不停 中央政府似乎認為不可以再等 中央匯金確認已經擴大交易型開放息指數基金 ETF增持範圍 加上近期頻繁發聲的中證監 聖傳準備牽頭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資本市場情況 令人憧憬大舉舊市時刻終於到來 昨天的大升市 意味著投資者也落於押注股市 短期足底有望 但中長期能不能重拾合理估值 仍仍仰賴當局果斷揮出組合權 應對經濟固疾 穩住信心 球王美斯決陣風波 主辦方Teklo Asia成為眾矢之的 《明報》社評說 政府的角色也備受關注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表示 政府將會繼續敦促主辦單位詳細交代 積極回應買票入場的球迷訴求 至於民體類局 以及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也需要檢視在協助舉辦大型活動時的監督角色 責任和要求 今次表演賽 主辦方和國際賣阿密進帳豐厚 對球迷就缺乏應有尊重 球迷被當搖前述 還要面對貨不對版的侮辱 主辦方有責任詳細解釋事件始末 和公開道歉 並向入場球迷回水 政府也必須吸取教訓 出錢贊助就要切實跟進 以防主辦方脫落損害香港名城 《文匯報》社評說 醫管局昨天宣布以午朝應對 新年期間的醫療壓力 包括增加普通科門診名額 和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分流病人 以及施行被非緊急病人 退款轉頭私人診所 每年新年假期 由於大量私家診所休息 都會出現迫爆公立醫院急診室的情況 今年醫管局搶先出招 以有效措施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是現屆政府施政身風的有一體驗 醫管局要總結今次的經驗 考慮將部分措施在今後的折假日或平日實施 並要用好科技手段提升診症效率 《星島日報》社論說 今年是逆後通關復常的第一個新年 除了有熱鬧回歸的花車巡遊 和賀年煙花回燕 各區更有各自特色的日夜繽紛活動 令到這個新年很不熱鬧 不過面對警方近年雷厲對維麗泊車的執法 市民希望警方能在新春期間減低抄牌力度 而警務處處長蕭澤宜表示警隊會著情處理 前提是車主不要將汽車泊到左階 並且影響行人和道路交通安全 車主都要識做 避免將汽車泊上行人路和雙線泊車 以免警方難做 休息回來有其他新聞, 稍後見 邀請財金專家商界喬楚 否釋本港經濟 各行各業最新狀況 就營商環境經濟發展出謀獻冊 財資相傳 星期日早上11點78, 開資訊台 人到禮都要到 上Food Panda買新年賀禮 人人低至半價 再送總值一百萬優惠 集合人氣超市商店 賀年禮盒應之食材即叫即送 一個應用程式為爆萬人 Food Panda 火熱直的勁爆話題 拆解來龍去脈 真是無所適從 一定是隻手事件 一線搜查 星期一至五晚十點半 78開資訊台 總結市況焦點 分享置業指南 檢驗新盤建築 每個星期搜羅物業話題 樓盤資訊專業全方位 五平方square foot突脚 樓盤全真 78開資訊台 雅周輩足球賽準決賽 伊朗力真相隔48年 再次晉身決賽 卡塔爾全力衛免 殺無射 今晚10時55分 海TV77台 及開手機應用程式 現場直播 天下大事 案件明天還審 以待會說下其他病毒 重要港民 政府收回西水專營權 今晚會停電 財經資訊 消費券簡報 每晚為你詳盡專業報導 今年3月7時直播室 7時直播室 78開資訊台 邀請重量級嘉賓 討論當前重要議題 有理有得談 星期六上午11時 78開資訊台 飲用任何酒精飲品 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 都有可能影響健康 增加患上多種癌症的風險 包括口腔癌、煙癌 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腸癌 女性乳癌 就致癌風險而言 飲用酒精飲品 並沒有安全的水平 喝酒越多,風險越高 酒、飲還是不飲 為健康再考慮 從國家歷史、文化藝術、經濟發展 以至國家安全法 家國天下 替你掃說國家和香港故事 星期日晚10時半 78開資訊台 一年之計在於春 想計劃回新家 裝修物料、新期設計意念 逐一和大家研究 28house實約 家家有求 大年初二 晚上9時半 78開資訊台 回到新聞時間 國際賣物表演賽風波 施委會收到的投訴增至547宗 涉及大約364萬 施委會正是聯絡主辦方 都在等待他的回覆 因為昨天開始聯絡他們 也同步 我們都在整合我們一些投訴的數字 以及要聯絡一些投訴人 就要拿一些資料給我們 因為如果你純粹說 我有去看波 我要投訴 我要退款 但是你什麼事的紀錄都沒有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真的很難幫你處理 所以這一兩天都很繁忙 因為都要聯絡不同的消費者 去拿回足夠的證據 天文台預計時區氣溫 午夜最低跌至大約14度 年三十和年初一低至11度 一股東北季後風 下午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香港稍後轉吹北風 時區氣溫顯著下降 明天顯著轉冷有幾陣雨 年三十和年初一早晚寒冷 最低氣溫大約11度 天文台提醒農曆新年假期 日夜溫差較大 新年應節食品 不少是高脂又高熱量 要飽口腹又要防增磅 營養師提醒 糕點和油炸小食 每天都應該切上限 食大餐前還有少工量 由尤俊華說說 還有幾天過年 不少人都會吃下年糕、糊頭糕 這類傳統糕點應節 不過一個不小心 很容易就吃多了 這些糕點類 全部都是大波數 都是高飽和脂肪 和反式脂肪 如果我們連續 好像剛才說 每天都吃三四塊 一個星期 其實已經可以重一磅 油炸的賀年食品 都不例外 比如說角仔 或者胡蝦、麻花等等 這些每一兩件都差不多 八十至一百千卡 市民報知全盒的時候 為了健康些 都會放合桃和腰果這類堅果下去 不過營養師就提醒市民 果仁的熱量和脂肪都比較高 每天最多只可以吃十至二十顆 不止小食要適可而止 團年飯最好都要高纖低脂 營養師說 可以吃多些蔬菜和蜆殼淚海� 煲湯就要選瘦肉或者去皮的雞肉 近年坊間有些產品 聲稱吃大餐之前先吃一包 可以減少身體吸收澱粉質 脂肪和糖分 多數這些是一些膳食纖維 可能是一些膳食纖維粉 不一定要用到這些產品 才能做到打底的效果 其實真的簡單撒一碟菜 或者可能真的很肚餓 可以吃定一個水果 因為水果始終卡路里不是很高 但也可以有豐苦纖維 增加我們的飽肚感 呂佩斯又建議外出吃飯的時候 盡量避開醬汁也可以減少攝取熱量 有線新聞由進化報導 哈馬斯說對以色列等四方背談提出的停火協議持正面態度 出訪中東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美國和以色列正是分別審視哈馬斯的回應 會面時再商討 他對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共識感到樂觀 但強調這次協議範圍要更廣 而不是上一次翻版 認為各方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哈馬斯說以正面態度回應了美國、以色列、卡塔爾和埃及四方背談提出的協議框架 但沒有透露細節 據報哈馬斯提出少量修訂 涉及戰後重建加沙和安排平民返回家園等 烏克蘭說俄羅斯空襲哈爾科夫一間酒店 造成一個兩個月大的BB死亡 另外有三人受傷 另外對於烏軍可能即將出現重大人事變動 外長富列巴強調 這樣做不會影響同盟有關係 葉家信報導 酒店和附近建築授襲之後變成退縫敗雅 救援人員展開搜救 地方官員指俄方用兩枚S-38導彈攻擊 波及咖啡店、市集和藥房等大約30座建築物 S-38防空導彈一般是地對空 俄方已經開始將它們改為針對地面目標 雖然精準度不及巡航導彈但成本較低 烏克蘭除了民用設施接連授襲之外 反攻進度亦未如理想 總統扎連司機已經表明會撤換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勞日內等領導層 強調要重整架構 但這樣做引起盟友甚至烏軍內部疑慮 擔心會打擊士氣和不利爭取西方更多援助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接見到訪的葡萄牙外長 克拉維尼奧當時說 烏克蘭領導曾變動不會影響和西方盟友的關係 強調辭退軍方將領是扎連司機的憲法權利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同日亦到訪機庫討論對烏的軍事和財政援助 有線新聞葉家信報導 亞洲杯 南韓下半場連失兩球 以0比2輸給弱彈四強出局 工藝性報導 深色衫的南韓初段受壓 埃拉蘇丹的遠射過不了門將照言右 上場加時射入致勝罰球的孫興敏 試過把球送入網 但越位在先日球無效 金文栽決陣 太極會後防有隱憂 金英拳交失 艾譚瑪麗的射門不中目標 對上一次碰杯已經是64年前 南韓想重奪錦標又要再等 李在成的頭錘中柱彈出 第一次踢四強 若彈初生之毒不為苦 艾尼瑪智推回中間起腳不入 艾和華達補多腳同樣無攻二橫 換場0比0 國際馬尼密班主迫走武裁隊去日本 去了卡塔爾看球 南韓之前兩場都逆境反勝 今場亦是先十球的一隊 艾譚瑪麗偷到球後反擊 找到艾尼瑪智射入 約達53分鐘打破僵局 南韓主席麒麗市民 賽前說不介意先做落後的一隊 但輸到兩球又怎算呢? 艾譚瑪麗13分鐘後為球隊拉開 這位26歲中場扭過首位射入遠處 領先2比0 被迫入絕境 南韓就希望追近 曹歸城禁區入面跌倒想搏12碼 但球證就說他插水要收王牌 分組賽踢成2比2 今次就分出高客了 若彈結果贏2比0 延續神奇之旅 會和卡塔爾或伊朗爭冠軍 有線新聞高藝聖報道 本地甲一籃球聯賽總決賽第四回合 香港東方贏滿冠10分 總場數3比1 贏得總冠軍 高藝聖再報道 白衣的東方贏多場就碰杯 開局被拋開過10分 全場20分 11個籃板的基拔連入3球3分 東方打出一段14比0反超前 賭歌的李奇單節攻入15分 滿冠打完第一節落後1分 東方上場落後14分反勝 蘇利文上籃搞定 半場領先45比42 滿冠主力賽在勤決陣 臺帝斯轉心射入劍博島犯規 交出28分14個籃板 東方的墨落連起收不入 搶回籃板再來一次 貢獻19分13個籃板 尾段打出8比0的攻勢 最終贏80比70 繼2018年之後再次贏得總冠軍 游市生物故藝性報道 看完天氣了 多雲有幾陣雨 初時沿岸有博霧 吹和緩至清淨東風 稍後轉吹北風 市區氣溫下降至午夜 最低大約14度 現在是18度 相對濕度是91% 展外線指數是0.3 強度屬於低 長實發展位於洪水橋的Lios 在去年年底開始逐批交流 節目曾經驗收過分層單位 是有A級及街評級的 之後交出的特色戶 質素又可否保持得住呢 今次驗收的特色戶位於2B座地下 新內使用面積280呎 外接106呎的平台花園 業主於2021年 花了500多萬買入